後面我是有補充一個啦 如果說你希望可以把剛剛的Python做的東西 也可以把它搬到Excel的VBA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也是差不多啦 我已經程式寫好了 你回去 假設要練習的話 這個程式都在這邊 你可以貼上 貼完之後可以亂亂看 OK之後你可以把它刪掉 重打看看 如果你可以把它重打也可以打得出來 那表示你VBA是OK的 那這個地方我是大概跟各位說明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開啟我們的Excel 打開嘛 那第二個的話可以在上面先加上 就是前面需要輸入的東西 那我們前面在Python裡面 Input Box 我是把它改成直接就輸入到那個 我們的雛雄哥裡面 比如說我身高這邊直接填180 然後體重的話輸入80 那之後的話 Printer本來是Printer到那個 就是Python的右下角 那不過在Excel我是直接把儲存格 當成是輸出的介面 OK有沒有 這兩個我先輸入了 那這兩個是最後的結果 那程式該如何寫呢 很簡單 其實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一樣開發人員 Real Basic 打開之後的話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在VBA裡面它的基本單位 一樣是模組 所以你按右鍵 在左上角這個區塊 這個叫什麼 專案總管 這個區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邊就有一個空白的畫面 那再來寫個Sub 那這個Sub部分的話 其實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的第12頁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直接把這個Sub Sub到EndSub Ctrl-C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拿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寫完了 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基本架構 跟Python還蠻像的 應該你們可以 如果你要看懂的話 基本上我大概把重點上面說一下 基本上的話 它有幾個地方 是延續用那個Python的邏輯寫的 差別只是說 我們把它移到這邊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原來Input的資料 我是把它改成 直接就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如果在那個VPA裡面 要取得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我們會用到一個 一個物件叫Range 那你跟它講說Range哪一個儲存格 B1 從B1裡面取得身高 有沒有 然後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0之後 存到H 所以這個變數名稱我會取一樣 然後把80 放在那個B2的部分 丟到W 所以你會發現 100 80 就直接放在H跟W裡面 不過 VPA跟Python 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就是Python一定要轉型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VPA的邏輯不太一樣 VPA如果裡面 假設你放進去是文字的話 有沒有 它只要遇到什麼呢 運算的話 它很厲害 它不會發生錯誤 它會知道說 如果你要運算 它就自動幫你轉成數字 所以這一點的話 邏輯上跟Python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就是說 VPA裡面很多地方不轉型 程式也不會錯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要轉型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要轉型也OK啊 所以像我自己寫的習慣是 反正不轉型都OK啊 那我就懶了 我就根本就不寫那個轉型的部分 那可以少寫很多地方的程式了 可是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你將來轉到Python的時候 就會常常忘記要轉型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寫作邏輯習慣的不一樣 大概注意一下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不 就是說呢 有沒有發現 剛剛H乘乘2 那如果在VPA裡面 它這邊就要改成一個向上的符號 H向上符號2 那就表示H的平方 那一樣的話輸出 那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個A 或者這個也許可以把它改BMI 如果我們用BMI好了 那變數名稱的話 假設我們這邊一樣改成BMI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 因為這個名稱已經用掉了 所以我為什麼會改A 主要原因是因為名稱不能一樣 你這個BMI的Sub名稱已經用了 你不能用一樣 所以我用A好了 然後把這個BMI的結果放在Range B3 所以算完的結果 我就會直接把這個結果 丟到Range B3 那就指這個儲存格 所以這個等號 在這裡指的就是 把這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丟到哪個儲存格的意思 然後底下的話一樣 就是再把最後的結果 丟到哪一個儲存格 就是評語丟到Range B4 所以我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你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Run之前 記得一定要先怎麼樣 先填上你的身高 填上你的體重 然後再去這個Sub裡面 你可以把程式貼過來之後 Run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BMI 然後它的評語就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要取到小數你的第二位 其實在Excel裡面 有個地方還蠻方便的 因為要格式化 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這個叫減少小數位數有沒有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小數你的第二位數了 這個跟那個Format有一點類似 不過這個是表面上的格式化 如果將來假設你要把VBA裡面 格式化成第幾位數的話 其實VBA本身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那你當然也可以用那個Format來做 不過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它去除小數點位數 在常用裡面就可以得到 這個是額外補充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把Python的程式 改成用VBA來呈現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至於細節部分的話 請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第二單元也許就先講到這裡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單元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把剛剛的部分先做個Ending 再來的話開啟第三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也是Python的一個主軸 因為在Python裡面 程式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重複幫你解決問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重複解決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學會所謂的回圈 那在那個任何的語言裡面 都有至少兩種回圈的方式 一種是for回圈 一種是file回圈 那首先的話呢 我是覺得用最多還是for回圈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常用for回圈 那比如說呢 for回圈要怎麼解決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我希望幫我把1加到99 並且把加總的結果clean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寫 1加到99 那當然你想說1加到99 那你先假設你不會用那個什麼回圈的話 那可能你就什麼 假設我要加 那你總不可能說我一個ns好了 ns等於什麼 你1加2加3加4加5 這樣一直加到99 那當然最後你得到也是prinus 那問題如果還好是1加到99 還可以慢慢打 可是如果你1加到999 1加到9999 1加9萬甚至更大的數字的話 那當然就不ok了 所以喔這個地方喔 我們就需要學會一個叫for for的回圈敘述方法 那for的回圈敘述方法喔 你必須跟他講什麼 所以喔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for回圈的話 第一個喔我們需要呢 假設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呢 幫我把加總1到99的話 那首先你需要學會一個叫for for後面會多一個變數 也許叫I 那I這個值喔 你必須在後面呢 你多增加一個清單給他 那所以喔 for回圈跟range的清單 結合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幫我把我們需要的數字給產生 產生完之後呢 我再把它累加在一起 累加完之後再print出來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OK喔 所以其實程式不多 就這四行 那怎麼寫喔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呢 一樣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先 建一個空白的變數喔 ANS等於0喔 意思是說我最後加總的結果 都幫我放在ANS裡面 它預設值的歸零嘛 有點像計算機一樣喔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我就再加上一個for回圈 後面加一個變數來 習慣是用I 當然你用別的變數名稱也OK in 後面的部分的話喔 這個for I in 什麼呢 因為I裡面的詞喔 它可以讓你不斷變動 可是變動的話 你需要給它一個清單 那一般清單的話呢 會用一個function叫range arrange 顧名思義 arrange就是範圍 也意思是說 你要產生的那個數字喔 是從哪個字開始 我要從1開始 所以第一個參數1 有沒有 夠點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在哪個數字停下來 所以喔 你要增加的話 從1開始 那它會1 2 3 4 5 6 7 一直到哪裡 那我希望呢 幫我產生這個清單到99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要輸入停止的位置 停止的100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比較容易要小心啦 因為100一直的是在100停下來 所以它只會產生到99 stop的意思是沒有喔 所以喔 產生只會產生到99 100就停下來 所以100不會輸出喔 OK 所以是1到99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後面加一個冒號 表示這個敘述結束了 好 Enter之後的話呢 在裡面要做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喔 for i in range 1到100 意思就是這個range 裡面會幫你產生一個清單 就是1到99 那不過同學可能對那個range 比較容易間別 其實它有點像是喔 如果你用Excel來比喻的話 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 你產生一個1 然後呢 再向下拉 有沒有 到哪裡呢 到99的位置 其實我們剛剛那個敘述喔 所產生的結果呢 就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 就是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就是1到99 不過目前這個地方 這個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在range你是看不到的 不過你可以比喻啊 大概就是長這樣 像這樣 那我們實際上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清單裡面的這個資料喔 第一個先塞到i裡面去 然後再換下一個 再把2塞到i裡面 所以喔 你會發現這個i的詞喔 它會不斷變動 第一次先產生1啦 一直產生到99為止 所以後面的話我需要 我需要再做一件事情 Ans出場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自己本身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i就可以了 所以喔 底下這個敘述喔 就是累加 這個累加 這個累加意思什麼 就是把後面的這個運算結果呢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Ans預設值為0對不對 然後呢 i的值從1開始 所以呢 它會先跑第一次 0加上1 存到前面 所以Ans變多少 變1 然後呢 換下一個之後的話呢 i的值變2了 因為它會加1啦 OK 所以4它會往下再加1 所以i等於2的話呢 把Ans裡面的1再加上2 加上2 那就加完就變3 然後呢 再以此類推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所有 其實結果就是1加299的意思啦 所以呢 Ans裡面的值呢 就是加總結果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把它print 那記得喔 print的話呢 Enter之後的話 請你注意一下 你不要直接寫在這個階層裡面 因為如果你寫在這個 因為之前有同意 就寫在這個階層 然後把這個Nx打在裡面 好 那你會發現 執行會變成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欸 老師為什麼你 我們輸出 本來只要輸出最後這個就好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欸 它怎麼一直跑一直跑 總共跑了幾次呢 總共跑了99次 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呢 你是放在這個階層裡面 所以請特別注意喔 這裡請你注意喔 這裡請你注意喔 不要放在這個階層裡面 那請你把print呢 把它往前推一階 推到哪裡呢 推到跟4同一階 意思是什麼呢 你累加完之後 再輸出就可以了 所以喔 如果把這個print呢 往前一階的話喔 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是495 因為之前有同意說 老師為什麼你print出來只有一個 我print出來有99個 一看就知道了 因為你多一階了啦 那多一階的意思是說 我會在裡面執行 那跳到前面的話呢 那就是上面執行完之後 再執行這一行去述喔 那一樣啦 最後的話 假如說我要再加一個什麼 加總 比如說這邊加總 假設我要串一個 所謂加總 然後冒號好了 那這邊的話 我假設我要把這個加總結果喔 然後後面的話一樣串切嘛 那一樣還記得吧 把它轉型一下 STR 然後刮斧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串在一起喔 它會出現那個Type-L 所以執行加總冒號4950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撰寫一個那個4回圈 然後呢 把1加到99的結果顯示出來 可以試試看喔 那這個程式部分喔 在第三個單元的第一頁裡面喔 也有剛剛我寫的程式喔